据亚洲经济报道,韩国TJ Academy Inc. 8月1日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签订合约,将共同努力让韩国文化、艺术、模特、电视界的明星等上央视的综艺节目《我要上央视》以及出演央视电影频道出品制作的电影。 该报道透露,TJ Academy Inc.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将国内的文化内容依然等推广到世界舞台。 TJ Academy Inc.公司代表金正学表示,最近虽然也有部分韩流明星出演了中国地方电视台的节目,但还未有登上中央电视台的就金正学的说法,一线进行了查询,发现这一说法并不准确。 谢韩至今,并未有韩国明星登上国内电视台节目,在今年2月的一期快乐大本营中,还将韩国XO组合的成员金明熙全程打上马赛克。 谢韩令解除一说,尽管一直在传,但并未有电视台先行松绑。 据该报道透露,TJ将努力帮助韩国艺人登上中央电视台,将在近期推出的综艺节目《我要上央视》,据悉,该节目将在中国全境选拔综艺人才进行录制,是一档针对素人没有门栏的娱乐性节目。 而在电影方面,TJ Academy Inc.将有权向中国CCTV6电影频道制作播出的特定电影推荐两名演员。